虎爺公益協會在新立鄉發放獎豬學金 此公益已由101年維持至今 為了鼓勵偏鄉學生的學業與成績 協會執行長認為此活動很有意義 將會持續下去 水里虎爺公益疾難救助協會執行長詹緣州 虎爺公益疾難救助協會 從101年到今年 我們虎爺公益疾難救助協會 在我們水里的地区跟我們生意直接 天地我們每年在11月前 我們都會來做獎豬學金的發放 新立國中王教長表示 感謝這幾年來虎爺公益協會的用心 這份新立幫助了許多學生 並希望學生要有感恩及向上的心 未來也要有一個正確的目標前進 這兩年來我們虎爺這個獎豬學金 對新一國中的孩子 他的學習方面有了正向的鼓勵 當孩子得到這個獎豬學金的時候 也幫助他學習的準備 還有他的未來努力的方向 有更明確的一個目標 那這些對我們孩子來講 說真的我要感謝我們虎爺這幾年的幫忙 也感謝我們社會大眾 對新一國中的孩子的幫助 縣議員陳淑惠表示 因為新一鄉的居民在生活經濟上 本來就有點困難 感謝虎爺公益協會發放維吻金 減輕家庭經濟負擔 在新一鄉是屬於一個偏鄉 尤其也是原住民鄉 所以在偏鄉裡面 有很多的家庭在就業上 都會發生比較困難點 所以在經濟收入上 會比較有所微弱 所以今天我們虎爺公會 能夠到新一國中 邀請學區裡面的學生 一起到新一國中 來得到這一股軟軟的溫暖 軟軟的愛心 相信他們接獲到這個愛心之後 能夠自立自強 新一鄉是一個偏鄉地區 這次虎爺公益協會 發放獎助學金 相信對偏鄉學童 有很大的幫助 也希望社會愛心團體 都能夠共同來關心偏鄉教育問題 讓偏鄉學童都能夠健全發展 記者廖玉瑩 新一採訪報導